李绍红给阿娇投10票,阿娇被淘汰。 陈凯歌、阿娇不须名次证明自己。 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自开播以来,就引起很多网友的热议,也出现了很多的争议。 陈凯歌、李绍红、赵薇和郭敬明,四个性格迥异的导演,对上台竞技的演员点评打分。 李绍红这次从陈凯歌战队戒掉了实力演员阿娇钟心彤和明道,和本战队的周琪与小彤搭戏。 一切表演结束后,李绍红战队胜出,有权分配100分。 对于给外调的两人明道和阿娇多少分自然让人期待满满,可以看出一旁的陈凯歌也是一脸的期待。 而李绍红第一次给了周琪30分,于小彤、朱颜曼兹,明道分别20分,仅仅给阿娇15分。 这让陈凯歌有点尴尬,阿娇作为陈凯歌的种子选手,演技资历都很高,一旁的陈凯歌有点坐不住了。 说到阿娇真的不需要用名字来证明自己。 李绍红因为淘汰了阿娇受到很多观众的质疑,反观陈凯歌、赵薇、小四,他们在节目中也都是各自耍着自己的算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